110,然後又另外一張110的發票 所以爆帳爆了96110的發票 做了這麼扯,是還敢來辦創業論壇 這不是很誇張嗎? 對啊,這有點太誇張了 反正我就跟藍白糾纏到底 對,上次那場是藍的嘛,對不對 對對對,我就跟藍白糾纏到底 你原本就不喜歡嗎? 那到什麼樣的中間又發展到什麼程度更不喜歡? 更不喜歡到他們這次國會濫選 對啊,那個真的有點誇張 就是他們看起來是要政變耶 看起來是要政變耶,我真的講誇張一點 他們看起來是打算要政變 對,那我上次也是去舉黃沫上來 那您覺得這個政治獻金案黃珊珊要不要負責 因為其實中平會在第一次的時候並沒有很確切的結果 然後下週還要繼續,您的看法是? 這個我已經談過了齁 所以我今天就在這裡就不回應這件事了 如果你們問我年輕人的創業,我們就討論創業吧 那會不會覺得主席就是在論文事件有這個雙標呢? 對您跟這個黃珊珊的一個處理的一個態度上的方式上是不是有雙標呢? 這應該去問柯主席吧 好,謝謝 謝謝 那關於近期的一些引發的這個黨內的一些風報,這些言語會去? 第一個是假日期間不談政治新聞,那第二就是說今天的場合是創新創業 那現在是假日期間不回應,我想 還是... 哪些可以齁 哪些可以齁 就是大家其实我们很直白的讲 就是今天是其实是在那个民众党爆发 这个政治现金风暴之后 您第一次跟这个柯文哲先生在同一个场合 但不知道你们等一下 因为你们的行程是一前一后嘛 嗯 对啊 你们待会会碰面吗 会啊 因为这个创新创业的座谈是 我是创新创业委员会的主委嘛 那我大概就会到各个地方去办这样子一个活动 最主要是让年轻人 因为现在社会对年轻人创业是非常不友善的嘛 那我们就希望就是说一直到去办 那年轻人分享一下他们在创业上面有什么样的问题 那我通常会先讲 那最后就会找主席来讲一下 他通常是演讲啦 所以我会从我周到尾 所以一定会碰面 那想要会跟主席聊些什么吗 聊创业 嗯 那关于近期的一些 引发的这个党内的一些风暴 这些遗语会去 第一个 第一个是假日期间不谈那个政治新闻啊 那第二就是说今天的场合是创新创业 我想还是跟他谈一谈年轻人创业上面 我们可以做什么样的协助或者是帮忙 您之前有提过这个政治现军风暴里面黄珊珊的这个角色 那您提出来之后呢 陈志涵在台北的时候有讲说党内有人在见缝插针 所以就有人说这个是党内两个女人的战争 您怎么回应这件事情 两个女人是陈志涵跟黄珊珊 跟您 我在这个外围这么 哎 一样嘛 假日就不回应这样新闻了 那我觉得还是去问他 我不晓得 呃 这 他讲的是什么意思 我们不需要去回应这种 嘿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现在有人说现在党内这个 引发这样的一个这么大的党内危机 那这个您这边有可能班需回朝回到这个台北这边去 这个陆陆续续应该在新闻上面都会听到我讲说 我是不可能回到中央党部去的 哦 因为我觉得一个小党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本来就是应该要有人到各个地方去开支善业 甚至到各个地方去做先锋 来做这个地方组织的一个发展 那我觉得我去年当然是空降到台中第一选区来选立委 那来了之后我也承诺我的选民 就是会在台中这边定居下来 我想来这边台中也是我 呃 这样子从去年选举到现在也是一年的时间 我喜欢上这个台中这个地方 那再至于在台湾民众党 我们刚好今年第五年嘛 然后党庆F我也是会觉得说一定要有人能够到各地 尤其是大家还是看得起我觉得我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 然后到各地去做这样子一个地方组织的一个发展 所以因为我才刚选完不到半年 而且已经承诺我的选民会留在地方上生根 我觉得台湾民众党需要每个人群策群力 有影响力那有能力去做地方生根的 不管是台北花联台中桃园 甚至就说今天在台南或是高雄 在每个地方甚至全国的各个县市都应该要在自己的角色上面 好好的去为党然后来群策群力的为党来让这个党慢慢的茁壮 那您觉得这个政治现金案黄珊珊要不要负责 因为其实中平会在第一次的时候并没有很确切的结果 然后下周还要继续您的看法是 这个我已经谈过了 所以我今天就在这里就不回应这件事了 如果你们问我年轻人的创业 我们就讨论创业吧 那会不会觉得主席就是在论文事件有这个双标呢 对您跟这个黄珊珊的一个 一个处理的一个态度上的方式上是不是有双标呢 这应该去问柯主席吧 哦好谢谢 谢谢 然后又另外一张110的发票 所以报仗报了96110的发票 做了这么扯是还敢来办创业论坛 这不是很夸张吗 对啊这有点太夸张了 他今天来创业论坛 这一次也是只有你来还是说 对我每次都是一个人 可是上次你来的时候 没有没有那个都是职业游 哦那个都是不认识的对不对 我们都是不认识的 哦对我还记得 不是有一个群组的在讲 没有大家都是在串分享 那我就自发性就来了 因为我觉得他们实在很扯 对啊反正我就跟蓝白纠缠到底 对上次那场是蓝的嘛对不对 我就跟蓝白纠缠到底 原本就不喜欢吗那到什么样的 中间又发展到什么程度更不喜欢 更不喜欢到他们这一次国会滥权 对啊那个 真的有点夸张 就是他们 看起来是要政变 看起来是要政变 我这讲夸张一点 他们看起来是 打算要政变 对 对 那我上次也是去举黄波上来 对啊 对 所以你说在台南你还会跑去其他生意吗 应该就不会了 就不会了 就交接很方便 所以你觉得他的账目不轻让你也很恨吗 我觉得木可根本是党赢事业 所以 我们要怎么样 我们全部撤出去吗 我们有干嘛 对啊 我们军状组班 对啊我们军状组班 所以我们没有进去 对啊 嗯 自己进去 我不会进去 是党赢的吗 是党赢的吗 是党赢的 党赢的 党赢的 所以今天只是打算静静的坐在这里 对我就坐在这里 看多云哲有没有能不能遇到阿给他看到 看得得好啊 我今天诉求就是给他看到 看得得好 对对对对 呃呃呃 你会很口号吗 不会 不会 我是和平的 沉默的一旁一样 我上次也是没有啊 我被警察带走就抓 这样你说你的诉求是什么 我的诉求就是 就是 今天他来台南办创业论坛 但是他自己募可创业 根本就是党 国库 就是党库通金库嘛 那你是想要教我们这样子创业吗 对不对 有点夸张吧 你看他自己的96110那张 那两张收据 这样子他要来教我们创业论坛 有点夸张 我的诉求就是这样 这是你第一第几次在场合想要跟他讲 这是你第一第几次在场合想要跟他讲 第一次我是在兰营那个东区那边 他们兰营来台南办 办那个就是要国会扩拳的角座 所以也是从台北下来 没有我台南人 那这边就是我们的 有到食品 我们有做水饺 水饺包子 这些都有 那包含我们有做牛饭 黑桥牌的logo就是这个 对 这叫人情味的桥 注射上料理 当然 那这边就是我们最长 很像的就是我们的德式的香肠 那真空跟酸味香肠这都是我们对热销的事 对热销在这一刻 对 原唱的原味香肠 那看你们现在这个外面有什么魔力交运的 不是 但是出场 欢迎 阿斌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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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加油 抱歉 小柴来了 小柴来了 不好意思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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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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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皮加油!特皮加油! 他完成詐騙集團!